為了要鼓勵 這照顧家庭的路程中心 等到公開中所 路動部退出輔助再集結結位 只要是因為這家庭來 替出路動市場超過一百八十天的路程 通過國地投入集結中心協助集結 在這時同規訓練 家庭的心肺完成組織訓練 最多可以拿到三萬塊的獎勵金 今天五年可好五百十区 四月二位所秀進 說到自己高興的故事 分享給UK 目前當年社區就人員的餘 過去十萬年是家庭主婦 雖然又七個找工作 但看見到寫她的一款 剛好有那個機會 接觸到說 我們社區這個多元計畫的一個方案 然後剛好時間上也配合 所以我就一然決然的重回職場 後來我發現說 我們真的是勇敢的踏出這一步 真的是對我們自己個人有很大的幫助 有了高雷家庭主婦重心回來結業 勞動部近期刷出婦女再度就業的結尾 只要是因為家庭因素 推出勞動指定一百八十天以上的婦女 經由各地的就業中心 騎做就業 上官可以領到三萬塊的獎勵金 我們要協助婦女精進技能 並回歸職場最高可獲得三萬元的自主訓練獎勵金 或者是三萬元的就業獎勵金 另外雇主如果釋出調整工作時間 這個缺給在就業的婦女 也可以請領每月三千元的獎勵金 我們最多要撥付十二個月 郭北主要的重心就表示 過去家庭主婦 如果要重心回家庭主婦 如果要重心回家庭主婦 就是無法配合上班的時間還是地點 現在透過婦女還要結尾很勵金 希望我多去業 等身調整工作的時間和地點 提供多少適合一塊 綽織過婦女在地的年齡也許有機會 繼續往運到沒到